来吧 这边有三个Ur英雄都可以合成啊 小伙伴们 一个高斯日食形态 好吧 这边又是没金币了呀 小伙伴们 最后一个盖亚可能合不出来了呀 看一下 这边可以卖一点箱子啊 可以的 两百万金币到手 继续合成 可以的 我们一下获得了三个Ur英雄啊 这些英雄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神秘商店购买的嘛 对 看到碎片就买 然后盖亚的话就是在银河召唤里面获得的 小于银河召唤选择的英雄一般都是选择散药迪加 获得盖亚的几率非常的高 盖亚可以升下星 先把图鉴解锁了 到时候咱们要用UrB的话 我们再把它分解啊 高斯奥特曼日食形态也可以升星 升到两星 图鉴值点一下啊 Ur英雄的图鉴值非常的高啊 小伙伴们 所以说不要浪费这些机会 图鉴值的属性它是加很多东西的呀 所以说这个图鉴值有必要去弄一下小伙伴们 首先挑战的是孟比优斯无限形态啊 最近有小伴问小鱼这个赛罗跟赛文21哪个强啊 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可比性啊 两个属于不同类型的英雄嘛 赛文21的话是主要是打一个输出啊 但是赛罗的话就不想通话 他既可以打输出 他又可以增加全队的一个攻击能力啊 小鱼选择赛罗的话也是看重的是 他的一些被动效果吧 对 他的一个大招还有他的一个三技能吧 都可以给全队的一个攻击力来一个非一样的提升啊 首先考虑的SSR英雄应该就是个赛罗圆皮啊 真的不错小伙伴们 谁用谁知道吧 对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打噩梦关卡非常的轻松啊 伤害的话赛罗这边打的也算不错 然后小鱼准备给赛罗搞一套极光套装吧 现在咱们极光套装还少一把武器 好的 这关的话是挑战一个太加三重啊 太加三重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关卡 小鱼以前也打过的对 这边咱们要换一个英雄啊 OK 尝试挑战太加三重 经常看小鱼视频的应该都知道 这个太加三重小鱼是 以前是打过的对 但是不是在这一个号上面 那一个号的话是没有赛罗圆皮的打得非常的累 看一下我们这个号的话 加上赛罗圆皮打这个关卡会不会比较轻松一点 目前的选量是600多万 打到了500多万 这个太加三重的回复能力就会变得十分的夸张了 可以的 400多万了 大家看到没有 它又回到500多万了呀 所以说 哇 雷杰多挂掉了 不会吧 挂了一个雷杰多啊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希望啊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呀 太加三重一个大招就把我们雷杰多带走了呀 但是这个我们的输出还非常的高啊 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太加三重 马上就要挂了小伙伴们 哇 这就是赛罗圆皮的威力啊小伙伴们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挑战一下经济大厅啊 目前排名是221名 好家伙 对面的战斗力590万 觉醒的闪耀迪迦 看一下啊 对面的奇美拉已经倒了呀 奇美拉一倒的话 小鱼感觉这局就稳了 非常的稳 但是觉醒的闪耀迪迦也是非常难挂的 它的一个持续回复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的 可以的 非常轻松啊 小伴们 好的 我们继续来挑战一下啊 我们往上面翻一下 尽可能的找前面一点的对手啊 这边也有一个觉醒的奇美拉呀 哇 它这个翅膀可是真的漂亮啊 小伴们 怪兽翅膀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丑的呀 但是大家看到没有 高界的怪兽翅膀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啊 哇 它的一个奇美拉 瞬间把我们都带走了呀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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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鱼这局要惨败了呀 哇 这局输得非常的惨啊 给你给你给你哦 小伴们 这个翅膀是真的漂亮 大家看到没有 哇 这个小伴它是有光轮伤害的呀 它是开了光轮哦 小伴们 所以伤害也是非常的高啊 这个它的奇美拉打造的应该是非常好的 继续往上面挑战啊 670万 哇 它刚刚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伤害这么高的吗 它的赛罗圆皮打了成敦的伤害啊 小伴们 95级的赛罗圆皮伤害爆炸了呀 小伴们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